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深度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探讨阿尔伯塔省的能源项目 尤其是如何将原住民社区纳入考虑 专家指出,未来的核能项目必须以与原住民社区的有意义咨询为核心 这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道德责任 阿尔伯塔的原住民土地面积广大 对于这些土地的开发必须有长期的恢复计划 企业必须建立持久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合作协议 这样的伙伴关系可以为原住民社区带来就业机会 并使他们成为真正的资产拥有者 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前往巴西参加G20峰会的情况 在全球经济博弈中,特鲁多希望为加拿大找到一席之地 这次会议将聚焦于气候变化、数字货币和全球治理等重要一题 特鲁多的外交策略将如何影响加拿大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 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最后,我们将报道在阿塞拜江巴库举行的气候会议 虽然进展缓慢,但各国仍在努力寻求资金支持以应对气候变化 富裕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金争议依然是会议的焦点 这将如何影响全球气候行动的未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坐落在加拿大西部的阿尔伯塔省 这是一片充满自然资源的土地 能源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然而,专家们一致呼吁,在推动这些未来能源项目时 必须以原住民社区的意见为优先 尤其是在探索核能等新型能源时 与原住民的有意义咨询显得尤为重要 自2021年起,小型模块反应堆SMRs 成为阿尔伯塔能源讨论的焦点之一 前省长杰森·肯尼与其他省长签署量解备忘录 只在探索这项技术的可能性 但至今,核能的实施还需经过漫长的酝酿期 工程公司Atkins Realist的肖恩·康威强调 工作需要现在开始,最好是昨天就开始 这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而是在整个能源项目的生命周期中 考虑原住民的观点和利益 在最近的埃德蒙顿核能研讨会上 康威进一步指出 核能的倡导者应该从开发之前的阶段 就开始考虑整体影响 并提出一个长期的恢复计划 这一观点得到了核能行业内外多方的认同 CVW CleanTech的首席执行官阿克谢杜貝 阿尔伯塔省政府也在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 他们渴望听取各界对核能潜力的反馈 并愿意与公众、原住民社区、行业专家等重要伙伴进行交流 这一声明显示出政府在推动核能发展过程中的谨慎态度 同时,国际舞台上也有新的动向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即将前往巴西参加基20峰会 此次峰会背景下的地缘政治紧张状况 不仅是对全球领导力的考验 更是对新兴经济体策略的重新审视 G20的存在与会议目的 是在全球饥饿问题和数字货币规范等核心议题上寻求共识 在特朗普重回美国政治舞台的阴影下 这次会议也成为各国应对未来挑战的重要平台 特鲁多计划利用这次峰会机会 强化与墨西哥和巴西等国的合作关系 面对即将到来的2026年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议的审查 特鲁多与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 谢英鲍姆的首次面对面交流 无疑为双方未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加拿大与墨西哥是坚实的合作伙伴 并对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充满信心 在巴西 特鲁多有望与总统卢拉探讨经济平等 气候变化等议题 两国的优先事项高度一致 为更深入的合作提供了契机 然而 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 紧张局势似乎从未远离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将再度代表普京出席基二时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 依旧是重视之的 特鲁多与卢拉是否能在联合声明中 触及这些棘手议题 尚未可知 然而 卢拉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优先事项 却是特鲁多在之前机器峰会上 所倡导的 这可能预示着两国在技术合作上的 广泛前景 在另一端 阿塞拜疆的巴库 则成为气候会议的焦点 Cup29会议中 全球对应对气候变化资金的共识 迟迟未达成 发展中国家希望 能获得每年1.3万亿美元的支持 而富裕国家却仅扣1000亿美元的底线 让人感到挫折 由此 富裕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资金落差逐渐 成为会议进展的障碍 就此 国际社会如何在气候行动中找到平衡 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 这一系列国际和国内的动态 从阿尔伯塔的原住民咨询 到G20峰会中的多边外交 再到巴库气候会议上的资金争议 皆反映出在当今世界 能源 环境与外交的交织关系 各国如何在这场全球棋局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与策略 将深刻影响着未来的全球秩序与 气候政策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原住民社区是指 由原住民组成的社会群体 他们通常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生活 并共享共同的文化 语言 历史 和价值观 在全球范围内 这些社区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并且通常在其所在国家或地区 拥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和权利 这些社区的成员 通常追求维护和传承 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 在许多国家 原住民社区的形成 是由于历史上 不同时期的殖民活动 和土地侵占所造成的 他们被迫在特定的土地上生活 这些社区的成员 通常拥有与土地深厚的文化和精神联系 并依赖这些土地 进行传统的农业 狩猎 渔业 和手工艺活动 原住民社区 在历史上 常常面临边缘化 社会经济挑战 以及文化童话的压力 许多社区仍在努力维护其语言和文化传统 同时也在应对现代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这些社区的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 在全球文化中具有重要价值 并且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维护 也有重要贡献 因为许多原住民社区生活的地区 是生态系统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法律和政治层面 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 已经认识到原住民社区的权力问题 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力宣言 是促进和保护原住民社区权力的重要国际文件 其中包括自觉权 土地权力和文化权力 这样的法律框架 旨在确保原住民社区 在决策过程中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并保护他们免受不公平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影响 具体到不同的地区 原住民社区的生活条件和法律地位 可能会有极大的不同 在北美 许多原住民社区拥有自治权 并在其土地上享有某些法律豁免 而在亚洲或非洲的一些地区 原住民社区可能仍然在争取 基本的土地权力和文化承认 同时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政府已经开始承认土地和文化权力 并推动和解和补偿措施 数据显示 全球估计有超过3.7亿的原住民 分布在超过90个国家 并涵盖了世界上大约5000种不同的文化群体 尽管原住民仅占世界人口的5%左右 但他们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 却是全球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现代化的挑战 许多原住民社区仍在努力适应新的经济实况 同时坚守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总之 原住民社区在全球文化 社会和环境领域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他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 不仅是全球文化多样性的重要部分 也对于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有着重要的贡献 通过法律保护、国际合作和社会认识的提升 原住民社区的权益和文化传承 将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支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阿尔伯塔的能源项目应优先考虑原住民社区 这是出于一种历史责任和道德义务 我们不应忘记 这些土地是原住民的祖先世代居住和生活的地方 由于过去的殖民历史和驱逐行为 原住民社区在经济和社会上遭受了长期的压迫和边缘化 现在我们有机会通过能源项目来补偿他们 让他们在这些项目的决策和收益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不仅是对过去的修正 也是一个建立更公正社会的机会 听起来像是个好心的建议 但实际上你是在说抱歉 我们之前对你们不太好 所以这次让你们参与一下吧 这可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能源项目应该基于效率和可持续性 而不是补偿过去的错误 当然 我们应该与原住民社区合作 但不应该在缺乏实质性能力和资源支持的情况下 把他们推到这些复杂的能源项目中 这样只会让事情更复杂 像是在玩谁是接下来的受害者的游戏 这可不是玩谁是受害者的游戏 而是一种社会责任 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参与这些项目 原住民社区可以获得就业机会 经济收益和技术知识 这些都能促进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 就像加拿大在20世纪初期发展铁路时 推广在地的合作一样 这样的合作可以将资源转化为当地的繁荣 更别提原住民对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传统智慧 也能为项目带来额外的益处 我们不应该将这看作是一种施舍 而是一个战略伙伴关系的机会 战略伙伴? 还不如说是个麻烦制造机 这种做法很像你试图将一枚原子弹交到一个 只见过火柴的原住民手中而已 是的,他们有传统智慧 但这并不能取代现代技术和基础设施的需求 这些项目需要的是专业性和效率 而不是象征性的参与 更何况,原住民社区的内部意见也未必一致 这还可能引发内部矛盾 就像当年美国在阿拉斯加发现石油 原住民之间的争议反而让事情更加复杂 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让他们进来的问题 而是必须有严谨的规划和管理 哎呀,谢琪琪,别把原住民的智慧看得这么低嘛 他们的社区里也有有学识的专业人士 可以在这些项目中发挥作用 而且,与其说让他们参与是麻烦 不如说这是机会教育 就像当初美国发现石油后 德州的农民也从一无所知到成为能源大亨 这就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我们需要的是支持和投入 而不是把他们排挤在外 这不是简单的让步 而是长远的投资 楚天书,我不是在贬低原住民的智慧 而是提醒你看清现实的复杂性 除了口号 我们还需要可行的计划 这就像你在说服某人去足球场上踢球 但他从来没穿过球鞋 当然,我们应该给予原住民机会 但前提是要确保他们有足够的支持和资源 我们不能因为道德负担而忽视专业性和效率 这样的项目涉及道德不仅是钱和土地 还有国家政策和国际合作 这不是情感的主导 而是理智的平衡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在阿尔伯塔能源项目中原住民社区的参与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展现了不同的观点 楚天书主张 能源项目应该优先考虑原住民社区的参与 这是出于历史责任和道德义务 他的立场强调了对过去殖民历史的认识 并认为这是一个弥补错误的机会 他提到 让原住民参与这些项目不仅可以带来经济和社会利益 还能利用他们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传统智慧促进双赢的结果 楚天书的论点能够引起人们对社会公正和历史责任的反思 并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合作愿景 然而 谢奇奇的反驳则将焦点放在现实的复杂性上 他质疑楚天书的观点 认为这样的做法可能只是一种向止性的参与 并未为原住民社区提供实质性的能力和资源支持 谢奇奇强调 能源项目应该基于效率和专业性 而非补偿过去的补工 他的观点让人注意到 原住民社区的内部意见不一定一致 这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矛盾和混乱 这种批判意识拓展了讨论的层面 提醒我们在追求社会正义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现实条件的限制 总体而言 两位变手的辩论处 集了道德责任与实际可行性之间的张力 楚天书的力 常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而谢奇奇则基于现实主义 提出了理性的精进 这场辩论不仅关乎原住民的参与问题 更是对如何在道德与现实之间 找到平衡的一种深刻反思 未来的能源项目若能更好地融入 原住民的需求与智慧 同时也不失对效率和专业性的重视 或许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这场辩论让我们看到 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 单一的解决方案往往难以奏效 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寻求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在阿尔伯塔 专家们已经提出了一个响亮 而且实在的建议 任何未来的能源项目 特别是核能项目 都应该把对原住民社区的影响 置于讨论的核心地位 这可不是简单的 签个备忘录就完事的事情 而是一个需要长期规划的过程 工程公司Kins Realist的原住民 参与专家肖恩·康威指出 这项工作早该开始 最好是从昨天就着手进行 这不是一个打勾的过程 而是一种持续的关系 这句话在这里可谓点出了问题的核心 CVW CleanTech的首席执行官阿克谢 杜贝也补充道 让原住民成为能源转型的 一部分是至关重要的 这不仅是一种责任 更是一种信任建立的过程 再看看国际舞台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 特鲁多前往巴西参加G20峰会 这场全球领导人的聚会 不仅仅是吃喝拉撒这么简单 特鲁多的目标是在全球经济的博弈中 为加拿大找到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 美国选民已经决定将唐纳德 特朗普送回白宫 这很可能将对全球机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特鲁多和其他各国领导人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谨慎行事 这可不是一场温柔的沙滩排球赛 而是一场激烈的政治博弈 在巴西 特鲁多与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 谢英鲍姆进行首次面对面的交流 讨论共同面对的问题 如气候变化和2026年 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议的审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 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像是一对还在磨合的情侣 希望能在未来的几个月内构建一个更加建设性的关系 特鲁多还可能和巴西总统卢拉进行会面 他们在很多议题上有着相似的看法 这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 这场峰会也不是没有挑战 俄罗斯外长代表普京出席 这让人不禁想知道 会不会又是一场关于俄罗斯侵略的激烈辩论 在气候会议方面 巴库的联合国气候会议充满了挑战 各国在资金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让会议进展缓慢 发展中国家要求每年1.3万亿美元的支持 而富有国家则停留在1000亿美元的承诺上 这种分歧让人想起了一场聚会上 大家因为谁应该买单而争吵不休的场景 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谁负责结账 而是谁能够在保护地球这个大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 这场会议中许多干扰来自会议外部 比如主办国总统的争议性发言 然而领导人们仍然对未来的进展持谨慎乐观态度 希望能在会议的第二阶段达成共识 这就像是一场马拉松赛跑 选手们可能在半程感到疲惫 但仍然希望能够奋力冲刺达到终点 不论是在阿尔伯塔的能源项目 还是全球气候会议 各方的共同目标都是在保护地球的同时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这不仅需要科学家的智慧 更需要政治家的勇气 毕竟这些问题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